我們跟妳體內好 他說A的質量2公斤 B的質量10公斤 它們之間的近摩擦C5-0.2 它跟這個平面之間的近摩擦C5-0.4 他問說這個C最少多少能夠把它拉動 就是說C要超過多少至少要超過多少才能夠拉動這個系統 首先我們看 當這個張力我們叫做T 這也是T 我現在把對象釘在這裡 恰欲滑動的時候 這個力要抵抗什麼呢 抵抗這個 這個最大近摩擦C5-0.2 抵抗這個 要抵抗這兩個張力 那抵抗這兩個張力的話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力量最大多少才不會 所以這個力量至少多少才能夠讓它相對於它移動 那這是T 減掉最大近摩擦率 最大近摩擦率是 μS4-0.2 它再乘以多少 乘以一個正向力 正向力MAG MAG 這是0.2公斤 我們用公斤重量 0.2公斤重量 所以T減掉0.2公斤重量 0.2乘以多少 乘以一個正向力 正向力等於重量 重量是2公斤重量 所以這個等到什麼 最少要等於0.4公斤重量 最少等於0.4公斤重量 最少要0.4公斤重量 等於0.4公斤重量 它才會開始移動 這裡0.4公斤重量 這裡0.4公斤重量 所以這最少要多少 T要扣掉多少 扣掉2公斤重量 2公斤重量 0.4公斤重量 2公斤重量 基本合作率是0.4乘以多少 正向率是2加10是12 這是t' 這等於多少呢 那t'就算出來 t'是等於多少呢 12加24 14乘以0.4 5.6 那5.6 所以這個重量要大於5.6 也就是mcg 要跟t一樣 所以mc 要大於等於5.6公斤重 至少要5.6公斤重 它才會越過這些最大氣候差異開始 5.6公斤